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聊奥斯卡,聊聊赵婷 赵婷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思 发现很多人利用自己不同的立场都在说赵婷如何如何 其实赵婷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赵婷这个事情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 然后有些人爱说赵婷就是导致奥斯卡被封掉的一个原因 听我慢慢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大家都知道赵婷然后都说了一句辱华的话 叫什么呢中国遍地都是谎言 但是这个新闻很诡异 赵婷说过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相信说过 我相信说过 但是是他年轻的时候说的 不成熟的时候说的 然后他说过这个话 然后可是整个这个新闻 到底是为什么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发展到 看起来被某些人利用 说中国共产党封掉了奥斯卡 就是因为赵婷 首先我跟大家下个评论 四个字 胡说八道 关于赵婷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诡异 赵婷接受一次采访 年轻小的时候 小屁股的时候 二十出头 然后接受一次采访 然后用英文回 整个采访都是英文 整个采访都是英文的采访 然后说了一句 中国遍地都是谎言 这样的话 整段都是英文 我相信啊 那个时候赵婷还没有什么名气呢 他没有什么名气 就算得什么金球奖 他也没什么名气 为什么呢 一年轻人 二他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关注的点 然后的话 谁也不会去恨他 谁也不会去喜欢他 为什么呢 他拍的电影是个纯美国的一个 有点文艺偏性质的一个电影 你说这种电影 谁会特别的喜欢看呢 一般的老百姓就喜欢商业片 就喜欢那些热闹的片子 要么搞笑的 要么那场面大的 这是实情 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 任何啊 不管是印度 美国还是中国 大家看看票房最高的电影 都是什么 印度那个叫什么阿育王 什么王来着 那个还分上下两部 那就是一个日本 印度古代的一个神话一样的 场景非常非常大 我不说他剧情 我也不评价电影了今天啊 印度是这种情况 美国同样也如此啊 大家对美国好莱坞更熟 场面越大 投资越大 票房越高 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啊 但是中国有点不一样的是 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剧片 喜剧电影 喜剧电影投入不会那么大 但是票房非常高 然后的话 一般的老百姓就喜欢轻松的 不喜欢啊 那种啊 那种文艺片的啊 文艺文艺走走 文艺巴拉的那种那种电影 像赵婷就是这样 他既不是一个中国人关心的一个人 然后呢 也不是中国人讨厌的一个人 刚刚成名的一个中国年轻人 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赵婷的了解 就是啊 赵丹丹的 宋丹丹的 宋丹丹的一个妓女啊 妓啊 妓啊 不是那个妓啊 妓女就是 二婚的时候嘛 老公带过来的 女儿 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于中国人来说 赵婷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赵婷刚要得金球奖 这个新闻就爆了 还是一个英文的采访 90%的中国人 英文是都没有什么阅读英文习惯的一个英文 英文英文的文章啊 新闻的一个习惯 99%的中国人都没这个习惯 好吗 然后呢 而且赵婷那个采访也不是什么啊 大的媒体报道 还是一个边边交角的相关于电影的一个小媒体报道 这篇报道就成了中国的啊 一个大新闻 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吗 很多人可能会说啊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有些台湾人还说这句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是必留下痕迹 但是的话 为什么那么巧呢 而且当时啊 这就好多年前 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学习 学电影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姑娘 然后的话说了一句啊 中国都是遍地都是谎言 还是英文说的 还看还没有看在什么 大型的一个媒体网站上面 然后呢 等等反正总而言之吧 这个新闻怎么会就爆出来了呢 谁爆的 谁爆的 我相信啊 中国政府其实一直以来 对于赵婷没有过任何的评价 没有任何评价 大家可以去看 中国政府方面啊 不管是对外的外交啊 还是什么对内的 关于赵婷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评价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没事干了 找了一个啊 二十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说了一句中国变得都是谎言 打起来没完 没有啊 没发现这个事情啊 中国政府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 谁没事敢在乎一个老百姓说什么 就算他出生于北京 就算他是啊 呃 宋丹丹的妓女 他说一句话 能怎么样他呢 就像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事情 一说中国又如何如何的 我就告诉大家 你看个袁腾飞 你就看看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徐晓东 在北京生活着天天给你阴阳怪气啊 做着视频 做着直播 那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让他说话又死不了 不天天在说吗 不只是像徐晓东啊 像什么啊 那个那个那个 袁腾飞这样的人 还有啊 北京也有啊 叫北京那个一个一个通行链 在油管上做频道的 天天也是一阴阴怪气啊 那能怎么样呢 天天说呗 一般老百姓 你说爱说什么说什么 这个赵婷就是一个一般老百姓啊 中国政府也不会啊 就一个新闻出来骂他呀 这没有任何好处 谁有好处 谁有好处 大家想到没有 这个事情谁有好处 对 对 美国有好处 美国为什么有好处呢 你中国太坏了 你中国有民族主义了 怎么样才能证明 中国有民族主义 怎么样证明 中国是个坏国家 中国就是一个魔窟一样的国家 明明中国政府方面 公家方面 没有说能够让赵婷入他的眼 尤其是当年你还没名气的时候 你就算得了一个金球奖 那有怎样 你拍一个文艺片的一个导演而已 你又不是拍商业片的导演 然后的话 那又怎样呢 说了一个这样的话 行他爆了 英文的新闻爆了 我真的是怀疑 这个新闻到底谁弄出来的 大家去想 大家去思考 我没法解释 我没证据 但是我只能说 这个这样的新闻 给谁带来有利 对谁有利 我只能这样去想 如果对他有利 他就报这种新闻 对于中国没利 我觉得中国就没必要去挖这个新闻 因为赵婷没得罪人 他得罪谁了 当时就有很多人怀疑 赵婷到底得罪谁了 谁把这个新闻挖出来的 纯英文的新闻 谁挖出来的 是中国人挖出来的吗 哪个中国人嫌的没事了 跑小网站去看这种 边边角角的一个采访 而且每一句还笨叫真 看到这句了 赶紧接出来 这就是赵婷 这个新闻的最诡异的一个地方 然后走到今天 大家看到了吧 奥斯卡出事了 奥斯卡出事了 中国坐实了一个魔窟 一样的国家了吧 各种媒体都开始报了吧 不管是台湾 香港 还有国外的一些媒体 都在报 大家可以去找 大家可以去看 牵扯的奥斯卡这个新闻 赵婷这个事报 赵婷得了个最佳导演 结果国内没有关心的 就是因为中国连VPN翻墙 你都看不到赵婷的事情 中国就是一个魔窟 你知道吗 大家想象一下 我跟大家简单的把这个 如何操作这个事情 跟大家讲出来 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如何怎么回事了 我把赵婷的新闻给他爆出来 挖出来 然后证明你是个坏蛋 证明你赵婷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坏蛋 然后我主动把这个新挖出来了 然后等赵婷得了奥斯卡之后 然后的话 你没有办法了 你禁掉这个新闻了 所以说你就坐实了 你就是一个坏蛋 这个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把赵婷 我美国把赵婷塑造成一个仇视中国的一个人 因为什么呢 20岁的时候 20出头的时候 一个小屁孩 然后出来说了一句 中国变迪都是谎言 然后的话 然后我把这个事情 坐实了 挖出来了 结果呢 你中国会如何的操作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中国政府 你如何操作 你不 你如何操作 你难不成说 赵婷好棒吗 赵婷就是中国人之光 华人之光 能说这个话吗 中国也没有批评过赵婷 也没有骂过赵婷 然后的话 也没有捧过赵婷 中国凭什么要捧赵婷呢 对不对 你把赵婷的负面消息挖出来了 你让中国来捧他 你不是中国是有病吗 赵婷明明说中国都是遍地都是谎言 你还怎么着让中国说啊 赵婷最棒 赵婷华人之光什么 是不是华人之光都得说这句话呀 你把这个新闻挖出来了 你造出来这个新闻 然后的话 中国如果不捧 不捧赵婷 那就中国坏 中国捧赵婷就必须得捧中国遍地都是谎言 对不对 你造出来这个事情了 你造出来中国遍地都是谎言 是赵婷说的这个事情 然后的话 中国不喜欢 那中国就是魔窟 中国如果喜欢 那就要坐实中国遍地都是谎言呗 坏啊 什么叫坏啊 什么叫坏啊 这就是坏 而且奥斯卡这个事情纯属一大坑了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奥斯卡纯属一大坑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奥斯卡里面充斥着美国白人的那种价值观了 很多人可能会说啊 奥斯卡什么白左聚集地啊 白左 白左 白左他也必须得是个白 你知道吗 必须也得是个白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必须是美 然后呢 必须是美国 不是美国 你也是他的敌人 大家可以 其实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好莱坞拍电影是怎么样看国外的 那个滤镜之重啊 你不管是从以前三四十年前的电影来看 到最近这十几二十年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来看 你看看他是如何看国外的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去看看007 007那可是全世界跑啊 007是如何看苏联的 007是如何看俄罗斯的 007是如何看中国的 007是如何看东南亚的 007是如何看朝鲜的 007是如何看东欧的 007是如何看土耳其的 很明显全都带着滤镜啊 就我印象里面 极深的一部一部老的007啊 007去那个土耳其 哎呀你这么土耳其的官员啊 就跟那么那个独裁者一样 知道吗 又蠢又胖又矮 然后呢跟独裁者一样 然后呢反正那个形象极差 然后那个土耳其 土耳其的那个那个出租车司机都非常好啊 那个你要你土耳其 那么这种例镜就代表什么呢 就你土耳其人 你服务于美国人 你在美国人眼里就看好棒棒 然后呢你要当成土耳其有权有势的人呢 你就那个矮胖矮胖又蠢又坏的那种人 虽然说他没有比没有直白的表达 但是他都是用这种角色 用这种形象 用这种台词来把外国 就美国之外的外国 那个形象给你勾勒出来 哎好莱坞的滤镜几十年没变过 好莱坞啊 大家想想想还有一种形式呢 就是英雄主义嘛 然后的话去了国外去打仗啊 那反打打死那那那些啊 游击队啊 等如何如何 然后呢 必须报得美人归 必须要有一个啊 那个就当地的一个大美女啊 大美妞啊 投怀送抱啊 就必须得喜欢这个美国的英雄 这就是美国人看待世界啊 你就是好像好像就要告诉美国白人一样 你们一定要出去啊 出去打啊 去外国显示美国人的大男子主义啊 外国有大美妞等着你 就是这样 好莱坞本身的滤镜就很重 好莱坞越来越往政治化方面去操作了 就像之前关于好莱坞拍什么黄之锋的纪录片 叫什么雨伞革命啊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提过一个问题 那个纪录片是从黄之锋 还是个什么初中生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拍 我就想问 香港有一年有多少初中生 怎么就找着了这个黄之锋 然后就跟着黄之锋一直拍 然后的话 黄之锋又如何如何 进入社会运动啊 然后的话 到最后又成长为一个社会运动里面一个领袖 这个导演怎么就如此的准 就找到了这个黄之锋呢 这个这一部纪录片就是枉飞拍的 然后的话也进了 我的印象里面也进了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 你们搞政治搞得能不能收敛一点呢 造假造的真的是有点让人恶心 那么纪录片看起来都是纪录真实生活 结果呢 黄之锋这个主角你是怎么样挑出来的 谁给你谁告诉你的 香港有一个黄之锋啊 所有知道吧 这些东西啊 真的是越来越政治化 好莱坞输出美国的价值观 好莱坞又越来越做的政治化 自己一些 你知道中国人真的是越来越不在乎你 也是有理由的 知道吗你自己把你自己越做越烂越做越low 你赖别人 谁关心你好莱坞啊 你美国人自己玩去吧 好吧 有些美国人也别再来给我叫唤叫唤什么 哎呀 哎呀 赵婷 华人如何如何 然后的话 这还是好莱坞最棒 好莱坞好棒 好莱坞最棒 你们自己美国人玩吧 你们自己好东西自己留着啊 别给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大家不愿意要 你还不乐意凭什么呀 你哪位啊 对不对 然后嘛有些有一小部分美国华人啊 我就说那种不是特别爱国那种天天恨不得要中国啊 中国倒退了一百年那种恨不得要倒退回啊 能够当美国工厂那是最好啊 想跟这些某一部分啊 在美国的华人说上一句最好跟那一句中国遍地都是谎言 这种话分开一点 不要把赵婷立成什么华人之光 赵婷到现在没把他说那句话讲清楚 然后如果再跟着美国这样去弄的话啊 大家真的是越来越看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好吗 然后的话 这个奥斯卡还有赵婷还牵扯另外一个事情 叫什么呢 就是香港的那个啊 叫什么不割席 那一部纪录片又进了美国的纪录片的那个竞选环节 然后这个东西啊 我会单独再拿出来讲 希望大家能够观看吧 好吧 这一期我就聊到这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